今天我看到很多媒體出來講說 那個兇手是認錯人 我在這邊要講他沒有認錯人 他從頭到尾就是針對我本人而來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疲防的情況之下 他就對我喊了一聲髒話 然後就直接往我的頭上這樣砸下去 你身為一個被害者 其實我的心情現在非常的激動 昨天我剛走出家門 我就被打 在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陌生男子靠近我 然後那個男子對我說 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合照嗎 因為我轉頭看他的時候 感覺他像是有吃藥眼神換散 然後有在攪冰涼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本能性的往後退了一步 我下意識的點了頭 那個陌生男子就立刻拿起他的手機 假裝要跟我自拍 然後就拿他的手機 非常用力的敲擊我的頭部 還好我的反應快 我稍微往旁邊閃過一點 但是還是被他敲到的耳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耳朵這邊 現在還是有傷的 兩邊都是 我就吃了好幾拳悶泉之後 瘋狂的喊救命 還好在路邊有兩個外國人 健毅勇為的經過 立刻阻撓了那個兇手 如果不是那兩位 健毅勇為的外國朋友 現在我不會坐在這邊 我應該還在加護病房 因為他的每一拳 都是往我的頭上敲 是瘋狂的在下重手的狀況 我趁著外國人在制服那個兇手的時候 衝到旁邊的消防局 大聲的跟裡面的人喊說 救命救命救命 兇手還繼續在外面 被我不斷的咆哮 可是他在咆哮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我沒有聽過 好像叫做黃怡君之類的 後來這個兇手 以現行犯的身份去了警局 他在警局一樣大聲的 看到我就喊黃怡君 今天我看到很多媒體出來講說 那個兇手是認錯人 我在這邊要講 他沒有認錯人 他從頭到尾就是 針對我本人而來 我到現在那個畫面 不斷的在我的眼前一直徘徊著 所以其實我從昨天晚上到現在 我真的沒有辦法睡覺 我想有很多網路上的輿論說 你們就可以言語暴力 別人就不能對你肢體暴力嗎 你被打活該 只要你平常嘴球 打得實在太好了 普天同慶 請問一下你們這些言論 對我們來說 難道不是言語暴力嗎 你們覺得你們這些言語暴力 值得被肢體暴力對待嗎 如果你們不覺得 你們怎麼可以縱容這樣的暴力 我自認為我當網紅以來 都是希望能夠講真話 可是今天一個講真話的人 要承受莫名其妙的暴力 身體的威脅 大家看到我們這樣的下場 以後還有誰敢說真話 如果今天我就算有錯 也應該是用司法來審判我 不應該是這樣子 自己的對待 好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